疫情嚴峻 雙北急診被擠爆 有醫師PO出某急診室看診了 單日看診飆到一千多人 創歷史新高 苦等病床的還一大票 眼看PCR採檢料能越來越吃緊 雙北首長都喊出 快篩陽性就算確診 不要再做PCR 但若快篩劑變得和口罩一樣重要 天天都得篩的話 使命制上路後一記一百元 百姓能不能吃得消 快篩試劑本來就要降價 快篩試劑能夠變成平靈化 變成類似像口罩 隨時可以買得到 不過指揮中心說 現階段用快篩取代PCR的風險太高 大部分國家會在疫情的下坡段 開始來做 目前在這樣的策略之下 我們現在還不宜使用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檢驗的人 都陽性的話 你用快篩來代替是可以 有民眾諷刺 不管未来快筛是否能取代PCR 前提是政府总要先让百姓 能买到足够的快筛试剂 记者林伟林佩琪 SNG小组新北采访报道 往往水层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 做好环境跟物品的行销 像我们中天 全天摄影棚 都是不停地以水层物化器 来喷这个水层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随时喷的话 水层随手喷这个部分 也非常适合去哪里买 都可以到快点购 我们下期再见